3 2 1 我反而覺得是合理的 也有人挑戰啊 那你們兩個可以 搭配你們的那個 論點的 來啊 來啊我是運過 被網友打 很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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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終於來到 對你到是兔兔 今天我們有兩個 陪審團 它是我們的經紀人艾娜 跟經紀人同事 JT 今天這個節目 我覺得有一點點害怕 因為今天算是一個 身為孕婦的照顧者 有話要說 有冤要生 有冤要生 我心裡一直有這個音樂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想要照這個牌子 等一下你生冤的時候 你們就會合理打拳 如果你覺得 生冤不合理 照顧者太脆弱 經不起的話 對大叉 那我們就直接來囉 進入第一條 蠟燭時間 是這樣子的 我們家就是會有一堆香香的東西 不管是破香 或是香噴蠟燭 都是它自己喜歡的味道 在還原前就挑好了 那我們從美國回家之後 它就是很想念這個味道 然後有一天它洗完澡就覺得 啊 今天蠟燭燈可以打開 就可以打開了 打開之後 我覺得很開心去洗澡 隨便走出來走 因為我就先洗完 我就握在床上想說 什麼 後人竟然驚高 他就這樣 跑到床上 你被蓋好 然後就坐著 然後就說 蛤 床打開 蛤床打開是不是 他說 然後就把床打開 打開上面好冷 今天真的寒冷 我就站在那邊 我想說 啊你等一下應該就是要換床 然後我就在那裡等一下 就過年期間的那種很冷 然後媽媽又說 就把這紙門 紙那個浴室門 我就把浴室門拉開 然後我就走回窗戶邊 他又指了那個主播室門 我就過去把門拉開 他開始我就站在那裡 就開始一直這樣很冷 他就把 他把我叫過去 叫過去之後他就說 怎麼樣 對流 要是開對面的門啦 窗戶打開 我就說OK好我去開 然後窗戶一開之後整個通 那個風是這樣吹 超冷 然後我就沒有地方可以躲了 真的很冷 我躲到平肺裡面 很冷 我就開始慢慢移動到窗戶邊 他說 窗戶很快 他大概緩了三分鐘之後 我就不管他都對吧 窗戶都關起來 然後我就開始關 從外面關回來 關回來之後他就這樣 啊 然後握到被子裡面 然後什麼話都不說 因為我不太舒服 對我就自己這樣默默的 回到被子裡面 就講我超冷 我已經沒有辦法喝了 這個世界有一個很大的前提是 拉鎖索我自己開 他自己開 他自己開 來321請舉 咦 他們 怎麼眼色不一樣呢 他們覺得我不冤 快點我要聽你們講 我聽你們講 因為我覺得 孕婦孕兔 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對 可是他自己開蠟燭了 可是他不知道啊 因為孕婦他本身就是會對一些 比如說你可能原本很喜歡這個味道 可是你後來不喜歡 所以你是無法預知說 喔原來我現在不喜歡這個味道 我覺得我沒有講清楚 他會去聞人啊 算了 他聞過了 我還是會覺得合理 因為就是懷孕期間 反正就會一直改變 不可控 對 我覺得真的很了解孕婦耶 我們很有同理心 對啊 我覺得我們走得有點太前面 最好是你沒有懷過孕 你也沒有懷過孕 然後你竟然還可以這麼了解孕婦 我決定了 你們就來我們家住吧 下次因為我們要把他的事情 然後就交給你們了 理解跟照顧是兩回事 謝謝 因為不知道我們是不是我們要放 所以我們有點講得很輕鬆 對 那我舉軒是 我這次真的覺得很抱歉 是我自己開了那個 而且我還帶著很開心的心情進去洗澡 想說出來就可以迎接這個味道 因為發現 是完全無法呼吸的狀態 而且我好像這樣慢慢回鄉下 那時候你開蠟燭燈的時候 我說你要開蠟燭燈喔 對啊 我覺得可以 然後還派你在那邊吹風吹很久 那我們再來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現在因為口味改變非常多 那他現在的準則就是他看到這食物 他會想想看這食物味道是什麼 就是記憶中他的味道是什麼 他會決定出我要這個我不吃 對 然後他說他要去 好吃多買一些好吃的東西 對 我也OK 他就開始在那邊想 感受一下味道 他說他要吃雞塊 我說因為宮崎現在只吃雞 對 所有的肉類他跟牛排好 羊不是很喜歡 然後豬肉也還好 但是雞肉蠻喜歡的 合理覺得雞塊應該是好好吃的 然後雞蛋他也很喜歡 就是在美國的時候 每天早上都要吃兩顆蛋啊 就買了一顆好是多的大雞蛋 跟那個雞塊 然後買回家之後呢 那你要不要吃雞塊 好想吃 然後我就把它弄 弄完之後 我說沒有吃嗎 你是只有今天不吃 還是之後都不吃了 那跟我說他吃了都不吃 然後好吃多那雞塊打開有三包 但好吃多好就是可以推 欸你們要吃快嗎 好不然喔 他那個雞蛋 他買回來的時候就再也沒有吃過了 但還好用萬歲吃蛋 所以就用萬歲吃那一整盒的蛋 3 2 1 我反而覺得是合理的 也有人挑挑 那你們兩個可以 阿白是你們的那個論點的 有嗎 有嗎 來啊 來啊 我是運過 被網友怕 很想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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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現在來講我的論點 如果你今天因為不確定 這個東西你現在喜不喜歡吃 你不應該買那麼多 是不是 你不用吃這麼多份量 因為變成說他會很浪費 或者是老要吃醜的 對啊 我會吃福 我會吃福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我真的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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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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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也是在那個論點 但是我不能對他生氣 因為孕婦的心情非常的重要 你今天是唯一 就是可以讓你抒發想法的事 是我他面上不想 對 對 真的是很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好沒關係他好事都可以退 可是好事都給我們家超人 所以我們就一直沒做這件事 所以你們要不要吃七塊 哈哈哈哈 成數成功 成功 成票通過 第三點 什麼都不做還不讓人做 就你們也知道 就是家裡很多事情都要做啊 然後還要照顧全家人的 都要吃東西 他在那邊好忙 所以忙不出去之後 他就 就坐在餐桌 他就會說 我們去休息 我們不要坐 他已經11點了 該睡了 然後說你先進去 我等一下就回去了 大概就是他進去之後 還要摸一個半個小時 或一個小時 才會把東西去整理完 他就是這樣 自己都不做 然後還叫我都不要做 可是家裡不能什麼都不做啊 因為我就會抱怨 我就會說 為什麼我從11點就說要睡了 但你每次都一定要12點半 可是我就是要倒垃圾啦 因為我們家垃圾 我都是學習慣的 累積成一大包袋丟 我覺得有點尷尬 如果我去 電梯電梯又很小 然後我就拿一個大垃圾 我會覺得 對鄰居很害羞 所以我都會晚上才下去丟垃圾 而且因為那個垃圾 當然也沒有可能 就是狗的尿布啊 或是貓上面 超級像臭的東西 我就不想要跟其他人一起搭 所以沒辦法 我就是要晚上丟垃圾 我不讓他做喔 可是他也不讓我做 我覺得這個不合理 請問大家覺得他生素合理的話 請給全部合理的話 請打擦 三二一 一直通過 沒有不合理 他願意做已經真的 可是你沒有懷孕的時候沒有做 對嗎 對嗎 第三個 我有做一點架實 用戶的時候 我去洗衣服 他在旁邊看 然後他一直加進去 不要再講了 一直在後 這個其實沒什麼好說的 這應該是全世界的人 這樣才太對 手強的人 第四點 他有一些事情 他會一直講 然後叫我 提醒大家 多數他去做 但是他 真的很難出 他碰到皮膚店 這一次他學乖了 他去買那個三個妝的 他一個一個 這樣就吃完了那一種 然後還有說說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來記錄一下 我現在肚子平平的 所以我覺得他前面就是 脹著自己肚子才會平 覺得我哪一天拍都沒差 怎麼樣叫我拍到我拍 然後布丁呢 一路從Day1買 買到快要過期 他說 我要吃布丁嗎 所以我現在要吃了 但是我現在不想吃 我現在不想拍照嗎 一周一張就好 今天出門前 他說老佛 今天12周了 你要不要拍一張照 用一周要不要來拍一張照 我就說 晚上再拍 他就是不給我拍 然後那一張就是 12周以前的照片 我目前為止只拍了一張 還是我們來裡面 洗脫補補補 我說你再不拍肚子要變大 就沒有照片可以用 好啦好啦 趕快拍啦 先回家很討厭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一定要逼著我做 但我不會勸做 可是我就會一直說 啊我覺得要吃維他命 但是我又不會吃 我覺得要拍照 但我又不會拍 我說你要逼著我 而且我逼他 為什麼我會逼這麼久 才拍到一張照片 因為他又生氣 你沒知道運氣 不能是不是生氣 我只無神要被生氣 我現在不想拍 我不舒服 我現在就是想修行 不舒服 不舒服 下一個第五點 我要講最愛的營養食品事件 吃完飯或吃一點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放在一起 你有沒有用SHOP杯裝嗎 營養食品 好可憐 好可憐 想說可以直接SHOP 對 吃到人吃SHOP 盡健康 然後我吃了他很遠 他會跟我敲杯 就放個等一下 然後這個等一下就會一路 到他吃完飯 我就想要休息 然後我就去休息 然後休息起來之後 吃到下一餐他還是不吃 然後到睡前我說 吃掉之後呢 隔天他就跟我說 不能晚上吃 水會喝太多 我會起來 可是我從一開始就是 早上沒有吃 然後這樣就算囉 維他命有各式各樣的品牌 我都要給他吃 這個好臭 對 還有味道 你知道有些做純素的 滴血很臭 或者是純素的東西 它那個膠囊的外殼 會用一個類似 有一次我覺得就是有點木耳味 然後他超怕木耳 他堅持木耳有味道 堅持木耳有味道 其實在上面留言 或者是有一些膠囊 重量太輕的 放水他會浮起來 他就很難吞 他就快要瘋了 所以 他就一開始一直跟我抱怨 這個維他命不行 那個維他命不行 然後我要幫他找到一個他OK的 我還是要堅持自己的想法 可是你的角度 你講堅持的角度是什麼 我堅持的角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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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婦吃東西 他真的很白 我總覺得我用我的腦 在跟這個身體相處 我認識的我跟這個身體是兩件事情 然後我一直在認識他 所以我剛剛第一題 我說你們真的很先進 你怎麼跟得上孕婦 我自己都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辦法接受 我怎麼會 我沒人喜歡這個味道 我怎麼不喜歡這個味道 然後吃東西也是 那些時間是我真的沒辦法吃 就例如說早上 早上 早上我該吃 以後就早上吃 好不好 敬健康 還有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擴香時間 剛剛是辣椒 現在是擴香 擴香味道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使用 反正它就是在一個大空間裡面 那一瓶 這個擴香味道是不從美國回來 就是我已經帶了申院回來 我還能接受它的味道 用到現在直接 差不多快要結束了 有一天也是他進去廁所 要洗澡 突然就 然後就衝出廁所 神奇的時候 那個擴香要倒掉 他其實在哪 他在弄那個狗狗的大便 對 我在剪大便 我就開始跟那個擴香奮鬥 我就這樣子 那擴香就這樣把它拿起來 然後我就 我鬧掉的時候 整個味道會被衝出來 而且當我在剪大便的時候 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 我是說你可以等我嗎 我這樣弄一下就快好了 我就是要把那個擴香給幹掉 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連續有了兩三次那種很大的 然後他倒掉完之後 他就在那邊這樣 那應該是什麼沾到 我們客廳還有一個擴香 有一天坐下來吃早餐 就 然後把那個擴香倒掉之後 把它去洗手 然後因為可能有點沾到衣服 他一看到我就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第一次被趕口 對 就是他就叫我脫衣服 這件事情才解決 所以你本次申訴的訴求是什麼 你不要在我忙的時候 硬要去跟那個擴香爵鬥 喔 大家覺得 申訴可以花錢 打圈 我不是不做喔 但你不要不能吃 好多圈啊 就你家家都沒有那個擴香 對我現在已經沒有味道 就不能辣出 不能擴香 然後就是這樣子 可以塞起來吧 因為擴香真的太香了 兩個牌子的那麼香 差一點 我以為他生素一點 他現在已經整個人快要變乾的人了 其實一陣子皮膚很乾 因為他現在連乳液 他都要乾 有濃的有淡的有不同的味道 他都試試看 他就今天擦一種 然後我就 然後就知道我們一分再擦 然後他就在擦擦擦擦到現在 終於有一個玫瑰油 對 我願意接受了 這也是信箱 你連過我們看點 我們的浴布照顧怎樣 變乾死了 假裝的船上都會出現喔 他帶過孕婦 然後是不是孕婦的那個照顧者 很可憐 然後他就很可憐 他就每天就在旁邊 他就這樣一直抓說 我好癢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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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很可憐啦 對你沒有大前餐 應該就一樣 最麻煩你不太需要 你再抱自己的圈 在這拼拼廣放 好啦 那今天是讓你生素的 我覺得有 就是被動的感覺 我覺得覺得 你知道明陽他在嫁之後 他真的就是會有一種 就是滾下去的感覺 你今天不想吃雞塊嗎 好沒關係 然後他在一個下下就是 對想說我應該要罵你 其實有片要被罵你 好啦好啦 這支影片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重視一下你們的隊友 好不好 對 因為隊友是有很多話想說 雖然你們身體很不舒服 但是你們隊友非常辛苦的 感謝今天我陪聖團來Support 所以隊友記得找朋友講就好了 不要跟孕婦講 因為孕婦很親切 他會說我有什麼辦法 這不是我 對 好啦今天謝謝兩位 我想你也得到很好的一個 舒服一點好不好 那我回家繼續這樣講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說掰掰 大家說掰掰 掰掰 那如果你今天你已經自己也認同了 那你回去之後真的會不一樣嗎 絕對不會 我覺得病婚應該滿對的事 還要來幫一下 我們來幫忙 看一下 感谢观看